这个新款大器就要横空出世,美国人、中国技术首屈一指。 雷射武器 我们都知道,美国为保持超级大国的代差军事优势,一直投入大量资金钻研各种先。 雷射武器并在军事科技领域长期扮演驻领军者的角色。 近年来,美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研发一种据说可以改写目前战争规则的新式武器,按照目前的进展这种新武器过久后即将诞生。 就在美国国内一片欢呼认为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之时,美国媒体却泼了一盆冷水。 称中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处于一流水平。 相信大家都记得,在科幻电影中,里面的外星人 或超级战士经常手持雷射武器一扫一大片,或者用一个雷射术消灭一种大型装备。 其实这类武器早就出现在军方的研制清单之中。 据报道,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雷射技术诞生之时,美国就看到雷射武器的巨大潜力。 投入大量经费后却难以突破雷射术直接催目标的瓶颈,因此导致这一项目几度停摆。 赞助商链接。 雷射技术 所以,虽然雷射技术诞生已久,但雷射武器仍然属于一种新概念武器。 该武器是利用高能的高能力雷射对远距离目标,进行精准射击或用于防御飞弹的武器。 它具有作战速度快、灵活性强、精确度高、抗电磁干扰和抗暴和攻击能力强以及坐。 战使用消费比高等优点,可以在未来战争中,尤其是反导作战中发挥独特优势。 实际上,雷射武器的结构并不复杂,它主要由雷射器和跟踪、瞄准、发射装置等几个部分组成。 根据作战用途的区别,雷射武器可以分为战术雷射武器和战略雷射武器两大类。 其中战术雷射武器是以雷射为能量,用于直接杀伤敌军士兵、装甲车辆以及飞机等。 使用方式类似于常规武器,打击距离一般在千米以内。 而战略雷射武器主要用于 攻击战略飞弹或者卫星,射程可达几百甚至十几千米,功率千万瓦级以上。 赞助商链接 无人机积载雷射武器 近几年,美国主要把目光放在战略雷射武器尤其是雷射反导项目上。 在雷射项目几经挫折之后,美国飞弹防御局近日又将无人机雷射反导提上日程。 并且计划在2023年前完成无人机机载武器的开发试验。 同时他们还在核业界以及部分高校。 合作研究无人机机载雷射反导技术,并计划在三年后造出验证机。 也就是说这种自带科幻效果的武器很快就要面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雷射武器领域已经取得较好成绩。 早前,中国某防务公司 就在一次境外防务展上展示了一款,可以击落800万无人机的雷射发射武器。 还有在2014年时,我国对外公布已研制出一款名为低空卫士。 功率10千瓦的战术雷射武器,在实景测试中,低空卫士成功击落距离2000米。 高度500米范围内的30多架无人机,击落率高达100%。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国雷射武器还在不断进步,目前和美国一样,主要把目光放在雷射反导项目上。 美国媒体评论称,种种证据说明,中国雷射武器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现在就看谁更快研制出雷射反导武器。 雷射武器。 我们都知道,美国为保持超级大国的代差军事优势,一直投入大量资金钻研各种先。 晋武器并在军事科技领域长期扮演驻领军者的角色。 近年来,美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来研发一种据说可以改写目前战争规则的新式武器,按照目前的进展这种新武器不久后即将诞生。 就在美国国内一片欢呼认为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之时,美国媒体却泼了一盆冷水。 称中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处于一流水平。 相信大家都记得,在科幻电影中,里面的外星人。 或超级战士经常手持雷射武器一扫一大片,或者用一个雷射术消灭一种大型装备。 其实这类武器早就出现在军方的研制清单之中。 据报道,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雷射技术诞生之时,美国就看到雷射武器的巨大潜力。 投入大量经费后却难以突破雷射术直接催目标的瓶颈,因此导致这一项目几度停摆。 赞助商链接。 雷射技术。 所以,虽然雷射技术诞生已久,但雷射武器仍然属于一种新概念武器。 该武器是利用高能的高能的雷射队远距离目标,进行精准射击或用于防御飞弹的武器。 它具有作战速度快、灵活性强、精确度高、抗电磁干扰和抗饱和攻击能力强以及坐。 战使用消费比高等优点,可以在未来战争中,尤其是反导作战中发挥独特优势。 实际上,雷射武器的结构并不复杂,它主要由雷射器和跟踪、瞄准、发射装置等几个部分组成。 根据作战用途的区别,雷射武器可以分为战术雷射武器和战略雷射武器两大类。 其中战术雷射武器是以雷射为能量,用于直接杀伤敌军士兵、装甲车辆以及飞机等。 使用方式类似于常规武器,打击距离一般在千米以内。 而战略雷射武器主要用于 攻击战略飞弹或者卫星,射程可达几百甚至十几千米,功率千万瓦级以上。 赞助商链接无人机积载雷射武器。 近几年,美国主要把目光放在战略雷射武器尤其是雷射反导项目上。 在雷射项目几经挫折之后,美国飞弹防御局近日又将无人机雷射反导提上日程。 并且计划在2023年前完成无人机机载雷射武器的开发试验。 同时他们还在和业界以及部分高校。 合作研究无人机机载雷射反导技术,并计划在三年后造出验证机。 也就是说这种自带科幻效果的武器很快就要面世。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雷射武器领域已经取得较好成绩。 早前,中国某防务公司就在一次境外防务展上展示了一款,可以击落800万无人机的雷射发射武器。 还有在2014年时,我国对外公布已研制出一款名为低空卫士。 功率10千瓦的战术雷射武器,在实景测试中,低空卫士成功击落距离2000米。 高度500米范围内的30多架无人机,击落率高达100%。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国雷射武器还在不断进步,目前和美国一样,主要把目光放在雷射反导项目上。 美国媒体评论称,种种证据说明,中国雷射武器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现在就看谁更快研制出雷射反导武器。 雷射武器。 我们都知道,美国为保持超级大国的代差军事优势,一直投入大量资金钻研各种先。 近武器并在军事科技领域长期扮演驻领军者的角色。 近年来,美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研发一种据说可以改写目前战争规则的新式武器, 按照目前的进展这种新武器不久后即将诞生。 就在美国国内一片欢呼认为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之时,美国媒体却泼了一盆冷水, 称中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处于一流水平。 相信大家都记得,在科幻电影中,里面的外星人, 或超级战士经常手持雷射武器一扫一大片,或者用一个雷射术消灭一种大型装备。 其实这类武器早就出现在军方的研制清单之中。 据报道,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雷射技术诞生之时,美国就看到雷射武器的巨大潜力。 投入大量经费后却难以突破雷射术直接催目标的瓶颈, 因此导致这一项目几度停摆。 赞助商链接。 雷射技术 所以,虽然雷射技术诞生已久,但雷射武器仍然属于一种新概念武器。 该武器是利用高能的高能的雷射队远距离目标,进行精准射击或用于防御飞弹的武器。 它具有作战速度快、灵活性强、精确度高、抗电磁干扰和抗饱和攻击能力强以及坐。 战使用消费比高等优点,可以在未来战争中,尤其是反导作战中发挥独特优势。 实际上,雷射武器的结构并不复杂,它主要由雷射器和跟踪、瞄准、发射装置等几个部分组成。 根据作战用途的区别,雷射武器可以分为战术雷射武器和战略雷射武器两大类。